花蓮是地震 災情非常嚴重 資深工程員說是百年 從來沒有見到的 我當兵的時候第一年是在花蓮 在花蓮當預官紹位 所以對花蓮很有感情 常常講好山好水 台灣最後一片淨土 但是每次颱風 地震 經常花蓮都是受災 相當大的地區 因為地形很惡劣 說我們的無人機 好像無用武之地 奇怪 我們不是一個 無人機國家隊 現在靠著土耳其的無人機 然後到了花蓮前進指揮所 完成兩次的3D取向 所以他們說這也凸顯了 台灣無人機國家隊 現有的困境 而且我看土耳其無人機 拿的無人機 不是多偉大的無人機 就是簡單的無人機 是照相而已 又不想去攻擊 什麼補給 並沒有 到底台灣的無人機 到底現在情況到底如何 現在各國打仗 你看烏克蘭跟俄羅斯 無人機 烏克蘭 一個月打掉一萬架無人機 我們到底怎樣 因為有超過一百國的政要 慰問台灣 蔡英文說這叫善的循環 另外賴清德 蕭美琴都去了 但是蔡英文都沒去 我們先看一下 土耳其無人機的情況 抱著無人機轉圈 土耳其搜救隊在天翔段 185K至167K處 執行放飛前設定 深山中 土耳其無人機隊投入救災 搖個時間賽跑 幫忙攜徐 仍失蹤民眾 醒目的紅色無人機 在山區飛行 他們跟台灣搜救隊 也劃分任務 這回土耳其特搜隊 帶了三種無人機 還有另一款白色的 是能垂直起降的固定翼無人機 7號台土無人機聯合 一共進行三次任務飛行 成功完成兩次取向任務 因為災區惡劣地形 真的不容易 除了空拍量 地面也出動三台大型機具 經遊覽無錫抵達沙卡蕩步道口 沿途排除石塊障礙 最重要是協助兩名遊信罹難者脫困 就是以大機具開挖 先進行開挖 然後快接觸大體的時候 我們就是可能是以小機具 甚至是用人機去挖掘 就是保存大體的完整 面臨地震後的險峻環境 特搜隊拼克服萬難 好 我們現在跟花蓮前縣長 傅崑崎 副總召在連線 崑崎兄 請問 就是說整個花蓮的修復 帶重建需要多少錢 你們現在中央有答應 給你們各種的資源嗎 我先補充報告一下 剛剛趙大哥所提到的問題 因為第一時間這個內政部 就希望把無人機來放飛 因為畢竟困在山區裡的民眾 在山崩的崩塌的地方 能不能看到有人焉身環的跡象 但是我們國內目前消防署 內政部能夠有的無人機 大概只能飛大概一個短距離 沒有辦法到長距離 所以當時我跟林若昌部長 在討論這個事情 他也覺得不可思議 為什麼我們既然一個國家 竟然連一個基本上 能收救的無人機都沒有 所以到最後是 由土耳其的無人機來 是因為這個狀況 而當時就是因為崩塌的地方 人群非常多在裡面 不曉得這個狀況如何 包括新加坡的這兩位遊客 也是在沙卡丹那裡下的巴士 從那裡下車 也包括遊家一家五口 都是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大家都很急 因為當時落實不斷 這個特收隊實在是沒有辦法前進 那時候需要說由空中來指引 但是我們實在 我們國內竟然我們的政府機構 竟然沒有這樣的一個設備 然後跟軍方調 然後也沒有 然後最後只有等國外的來救援 所以我覺得我們國家的 救災救難的能量 真的應該好好來思考討論一下 好 那現在目前為止 花蓮的災情 是跟921一樣的同樣的大地震 所以可以想見說全國有18棟大樓 需要來整建或重建 有17棟在花蓮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有這麼多這麼多 包括這個英雄館 天王星 三海關 蓮花 還有這個統帥 馬可波羅 華爾街大樓 整整這些大樓所有的洞牽 需要1471戶 那我們也一再拜託內政部 是不是能夠儘快 行政院是不是儘快 能夠讓這些幾千人 能夠來安置 幾千人能夠來安置 到現在內政部行政院 目前對這個事情 還沒有正式的回覆 但是我們已經不斷的 表達這個需求 我們也拜訪了慈濟 希望慈濟的慈善事業這個機構 能夠來給我們這個組合屋 組合屋能夠來協助他們 因為畢竟這些無家可歸的 1400多戶住在飯店裡面 住在飯店裡面 是他們沒有辦法承受的 因為畢竟是一個家庭 住在那裡是沒有辦法的 短期可以住在那裡 因為畢竟要重建 重建要兩年兩年半甚至三年 因為它都是大樓 它不是矮房子 都是大樓 甚至有16樓15樓的大樓 這個重建都需要花時間 那如果說 還住在飯店或民宿裡面 很多人沒有辦法 那你要去一清的話 也不可能一清兩年半 所以要有一個最基本的 像921大地震的那種組合屋 能夠讓他們來居住 花蓮縣政府 徐政會縣長已經把該用的這些公有地 都已經找到了 要安置災民的這個公有地 都已經找到了 但是現在如果說 在一直在等待 我們組合屋什麼時候能夠來 這個真的是 一定要讓 一定要讓這些災民 無家可歸的災民 一定要讓他們先能夠安心 一定能夠安心 我們重建的工作才能夠來復原 了解 就是包括東華大學 包括花蓮女中的樓也倒了 然後還有好多的橋樑 還有好多的道路 公共設施損毀 現在到目前為止 行政院撥了3億 3億給花蓮縣政府 那我們先不討論說 這個3億夠還是不夠 但是我們跟公共工程委員會 已經開過第一次的會議 就目前第一期的災損 現在整個需要全部的重建 光公共設施的部分就要幾十億 了解 如果是民間的話 那個數字是遠遠超過 3億當然不夠 3億怎麼能夠 我有同事的還在東華唸書 說現在很慘 連在東華很多校舍都倒了 實驗室都倒了 都要視訊了 沒辦法去實體去上課 很慘 蔡英文還沒去 照理講現在雖然賴清德小美心去 但蔡英文還是現任總統 總統府說 總統去會增加維安的負擔 所以乾脆不要去好了 當然這每次都有不同的看法 總統該不該去我們看一下 請總統獻花 穿著防風 夾克外套 總統蔡英文表情嚴肅 在行政院長陳建仁 監察院長陳菊 陪同下出席民主前輩 鄭南榮 殉道35週年追思紀念會 我們擁有的民主自由 並非毅力不搖 維權主義的擴張和假訊息的攻擊 是全球性的挑戰 也對台灣的民主自由形成 莫大的威脅 大談言論自由和轉型正義 不過0403花蓮地震 準政府總統賴清德蕭美琴 都在災後兩天內就到花蓮 關心救援進度 那蔡總統呢 藍營立委質疑 眼看0403地震已經第五天了 看到賴清德蕭美琴 那他們在第一時間都有到花蓮去震災 我想這也是因為他們520即將上任 但是呢 蔡英文她仍然是現任的總統 那麼發生這麼大的災害 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去勘災 這也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彈開過去大事件 2018年花蓮強震 深夜震垮 統帥大樓蔡總統隔天早上7點 就抵達花蓮 2023年小犬颱風 總統也在災後兩天 臨時新增行程 南下屏東看災 對此總統府澄清 總統第一時間就到中央災訪 應變中心指揮 為了讓第一線救災人員不應 總統行程增加為安負擔 總統將另擇合適時間前往花蓮 處理災後重建復原工作 強調執政團隊分進合集 總統不逝不去 只是時間未定 昆吉兄 有傳言 說大家捐給花蓮縣政府的捐款 這個八億元是用在 結果就給了食材業者跟觀光業者紓困了 所以網路上有一些批評 我想你也看到了 那你說造口業會後援子孫呢 另外呢 因為你搬家 所以家裡面都倒了 但是也有人說你很多禮盒 有些禮盒還是茅台酒等等 你怎麼看 就是說你對這兩種網路上的傳言 是不是請你利用這個機會說明一下 我想我在這裡再一次的向全國關心花蓮震災的好朋友來表達感謝 對所有救災的人員也再一次表達你們的辛勞 這麼多人不顧著自己的生命 深入災區去搶救這些受難者 我們再一次的表達致敬 那在這裡再一次的強調 我家就是災區 而我家所有的東西都是我富昆吉買的 在花蓮是買不到茅台酒的 這都是我每一趟出國的時候 在香港機場 在大陸機場去買的 那我家人到出國去 去買了一些 去買了一些紀念品來 陳如網路上說的 說是貴婦茶 結果大家Google一下就知道 那一袋700塊台幣到1000塊台幣 我想我們完全無法理解 在這麼樣一個大的災難裡面 是用什麼樣的心情來看待這些受災受難的人 台灣不是最善良最美麗的就是人嗎 我們在看到一位日本的作家再三地表達 為什麼他呼籲日本人要來救助花蓮大地震的時候 我們還有這麼多的網軍側衣去把它洗版 說不能捐給花蓮也不能捐給紅十字會 說因為這是藍營在控制的 我想今天救災還有分顏色嗎 人命還有分顏色嗎 我們的孩子都在這塊土地上長大 還有分彼此你我嗎 我覺得完全不可思議 自古以來大災大難當中 大家都是要止雨 要祈福才能消災 要從災難中得到任何利益是殃及子孫的 我要再三表達 怎麼會有這麼多奇怪的事情 副關起三十幾歲就是上市公司的老闆 白收幾家 我家不能有幾萬塊的東西 我自己買的東西 這很奇怪 而且為什麼這麼沒有同理心 我們再次的表達 0206 0206的大地震 2018年花蓮縣政府所有的善款支出 我要在這裡跟大家做一個清楚的報告 這裡面善款委員會 這裡面善款委員會負責所有善款的支出 他的負責人叫做張善政先生前行政院長 裡面包括包括這個中國時報的社長 四位大律師 還有東華大學的校長 建築工會的理事長 實際院的院長 台灣省土木祭司工會的處長 所有有災民的代表都在這裡 請問以後哪一樣支出不用激過這些人同意 而更荒唐的是更荒唐的是所有的災難的支出 全部全部是由行政院全部按照行政院的指示來辦理 我們再強調一次 全部按照當時行政院 我們也一起到了行政院 由行政院當時的院長是賴清德先生 秘書長是陳美玲女士 他們主持的會議 告訴我們所有受災的人 包括食材業者 包括食材業者花蓮受傷慘重 通通通用善款來支印 還可以考慮到用台南 用台南 圍貫大樓倒塌 當時營業損失 都可以用善款來補貼 全部 全部是按照 全部是按照 這個行政院的相關的規定來做的 再過來 這個是當時 也是現在兩次 兩次花蓮的大地震 因為食材業從業人員超過一萬人 是花蓮除了觀光以外最大的產業 我們看一下 當時 現在 當時跟現在都是一樣的 都是經濟部宣布兩百億貸款 兩百億貸款 然後呢 補助補助一%的利息 一年就是兩億 花蓮三款委員會 就是補助一年兩億的利息 而且是以 有沒有申請到兩百億為準 那個是暫時規劃的 暫時規劃的 大家在看到 這個全部 王美花說的 在這裡 這可以再放大一點 再放大一點 這個經濟部撥二十億補貼業者 補貼二十億 二十億 所以地方善款 當時他們是二十億 地方善款用四年 一年兩億 是匡列八億這樣來的 完全是對應行政院 院會開會的會議決議 還有經濟部 對於產業重建 以及紓困 所有的 再看到這一塊 再看到這一塊 這塊 再看到這一塊 這自由時報登的 這自由時報登的 補貼二十億 十倍貸款到兩百億 我要再一次的 我要再一次跟全國國人 來報告 我個人怎麼樣受到侮辱 只要人民能夠得到災民 能夠得到安置 我一概都忍耐 我個人容辱不重要 2018年 所有的災後重建 完全按照行政院的要求來辦了 配合經濟部來辦的 但是他們的網軍跟側翼 卻是這樣子的來糟蹋花蓮 了解 我們真的無法想像 這是一個國家共同的人民嗎 因為他們在網路上講 說錢都不要捐給花蓮政府 現在直接捐給中央 不能捐給花蓮 事實上這點我是相信副前縣長 如果他敢做這些事情 早就把他抓起來了 你知道當時還派了那個 法務部的那個市長 坐鎮在花蓮 就要去抓他的各種小辯子 我特別再跟大家報告 因為民進黨把我押去勞改 用法務部進駐花蓮縣政府 都不用搜索 直接頒資料 跟連政署 法務部 地檢署 調查局 東京組 五大單位聯合調查 查我九年所有的事情 乾乾淨淨 傅坤其三十幾歲就是企業家 沒有再看這些 好 了解 好 那麼也祝福花蓮 我再一次的希望大家 救災跟整件工資能夠順利 拜託大家搶救花蓮 OK 謝謝我們